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被讲的就是我 抱歉我不该来学校 痛 太痛了 我是觉得你可以不用理他们啊 真的要你不理 你好像也不能就对 那你就嚣张一点 我就是有医生证明怎么了吗 不用去在乎别人感受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认真来说 病症是很难装出来 有医生证明还要被靠北 对啊 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些同学其实 最主要的是应该是没有同理心吧 虽然说我不懂现在小屁孩 到底有没有同理心 但不过我觉得 以你自己舒服为例子 你真的感受到这个同学 对你讲这种话 让你很不舒服的话 我建议你直接去跟家长讲 或者是直接去跟老师讲 我们可以听你说 我们可以听你解忧 但是我们只能听 我们不能帮你帮到什么 这种比较实质上的东西 我觉得你要直接去讲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只能在王上嘴嘴炮而已 我觉得你要替自己出头 而不是让别人去替你出头 你要自己去学会不在意这件事情很难 但是真的要自己去学会这件事情 你们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们出社会后没有人会保护你们 包括你们的父母 人生是自己的 你父母挺多就是陪你陪到30岁 未来他们不会陪你了 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要过 你只是他们的人生中的一部分而已 他们终究会老终究会死 那你父母能陪你到最后吗 基本上应该是不行 所以说你们要自己学会保护自己 那帕宝会陪你们一辈子吗 帕宝如果能陪你们一辈子的话 我会努力啦 我会努力啦好不好 我会努力啦 但是就是依情况而定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我讲过这个电视 之前我在还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遇过校园霸凌 就是有同学 别伴的同学 不是很伴的同学 别伴的女生被欺负了 然后我就拿着童军语 上去他们教室 往那个男同学头上敲下去 然后我就被抓去学务处了 但是我死不到钱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错 帕宝没有被停学吗 为什么被停学 你想太多了吧 他们那些霸凌的才要去停学吧 我跟你们讲 帕宝其实在学生的时期 学生时期是一个很唱丘的海报 为什么呢 我上课睡觉是有正当理由的 我那时候跟老师讲说 我只要在你的科目考满分 我就可以睡觉对吧 然后我就在他的科目考了满分 接下来一个学期 我就在他的科目上睡觉 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正在遇到霸凌事件 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是 就是旁边观看的同学 或者是你们现在是加害者 我希望被霸凌的同学要习惯了去说不 你们都有权利自己说不 身体是你们自己的 人生是你们自己的 想要过上怎样的人生 就紧紧握住你希望的那条人生好吗 不要去害怕 人生一定会有失败 但一定也会有成功 你们可能会害怕去面对任何的一切 我也会怕我 我会不会失败 我每天都很害怕我实况会不会怎样 会不会有人来欺负我 会不会有人来乱我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坚强 我也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小海报 但是你们要学会跟命运抗争 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好吗 想要怎样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父母不会陪伴你们一辈子 怕爆也是 你们都还年轻 然后去掌握自己想要的一切吧 那如果你们今天是在旁边观看的同学的话 我希望你们出自于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是出自于好玩 还是自己害怕被 人轮为下一个 怎样之类的 还是你们只是单纯觉得 这件事很麻烦 那我会希望你们出于同理心 这位同学 不管会不会被欺负好不好 你们都要使出自己的善意 就算只是单纯的 忽他 或者是跟他打招呼 你们没有实质上的帮到他 可是你们有打招呼 他都会记得你的好 我跟你讲有些被欺负的同学很会记别人的好 他们可能在你们的未来都是 你们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可以说你们今天是一个旁边观看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你们打招呼也好 至少让他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 你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都会让那些受到身心迫害的同学 一种鼓励 然后不要永远当个末世仔 因为你当一个末世仔 并不会对你的人生起到什么作用 我希望各位就是带有正义感的去经营自己的人生 毕竟大家都还不想登出吧 那再来是我想对霸凌者说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出于好玩 还是觉得这是这种抒压的事情 那我希望请你们停止这些行为 你可能觉得长大后觉得以前这种行为是很幼稚 但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心灵伤害 可能别人永远都忘不了你 说不定站在哪天的路上 你就突然被那个人痛了 请珍爱自己的生命 好吗 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出情绪 每个人都有情绪 而不是你们去哪来伤害别人的方式 那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你们可能会觉得 怕爆出这些一定没有经历过什么什么东西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就算你今天再不喜欢这个同学 再不喜欢这个同事 再不喜欢这个人 你可以选择无视他 漠视他 你也不可以去攻击他 因为攻击人 人家可能就记你一辈子了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去当那个漠视的 也永远都不要去当那个加害的 我只是希望大家 都能用自己的方式 好好的保护自己 而不是成为那些不该成为的人 就像是怕爆现在陪着你们 我想成为怕爆好不好 那希望你们喜欢我讲的 可能不是完全都正确的事情 可以霸凌过来的 但说真的不要回击 回击真的没好处 我不知道 我的观点是要回击啦 因为我 我可以跟你们讲啊 我帮那个女同学打过那个同学之后 他们班的同学再也不敢欺负人了 因为看到我经过就会觉得害怕 我希望在这边的各位 你们只需要负责善良就好了 以及关心周遭遇到的 伤心式的小海豹们啊 你们遇到事情 你就第一个去给他们温暖 给他们一个怀抱 给他们一个关心 好吗 在这边你们只要负责这些就好了 剩下的就有怕爆来处理 怕爆会负责保护你们所有人 因为怕爆 就是那么爱你们啊 对不对 Mu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